泰国清漫一直以来,泰国已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,吸引了大批国外游客,其中中国人是最为积极的一个,每年都有近千万人在中国游客敢往泰国,不仅促进了泰国的旅游业发展, 而且在很大程度,甚至称了泰国的经济状况,当然,也有大部分泰国人,前往中国旅游观光,在2017年,大约有59万人到云南了旅游,同时,还有不少泰国学生赴中国留学,他们对中国充满好奇,想要了解中国是如何转变,成如今世界第二经济体的,可能这也是两国理善往来的最好交流方式了。 一名在中国留学的泰国研究生表示,中国的发展速度实在令人惊叹,自中国展开一带一路的战略方针后,我获得了一带一路的奖学金,这对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变化,也就此彻底改变了我对经济大国,中国的看法。 同时,因为旧家庭的关系,我发现学习也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。 泰国BRTD铁7月20号,日本有关报道披露,终日扩将就一带一路的项目合作,一起承接泰国BTS铁刀铺设项目。 据了解,该项目是东部经济走廊的重点之一,连接三大机场,对泰国经济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,预计会在2018年底,找到最佳的项目充包商。 不难看出,中国对泰国一直保持着友好相处的态度。 此外,在泰国,你可能会看到许多富质的中国产品,泰国街上的中国文字,单,车,支付宝随处可见,睡迷糊的可能,还真会以为就是在中国。 在泰国一些小摊贩的车上,中文字格外显眼,而且遇到中国人来光顾时还会说声几句中文,让中国人感到很温馨,这一现象也足以表明两国的关系非常友好。 泰国女孩,有泰国人说道,中国人到泰国来旅游十分大方,给的小费也不少,他们都对泰国人十分友好,素质普遍很高。 但有中国网友分析,中国人只是碍于面子问题而已,而且中国也没有小费这一说法,都是从西方国家传来的。 中国人认为小费不宜太少,所以中国人应该好好的审视一下自己才对。 一位在中国生活的泰国女生说道,我们在中国学到很多东西,虽然刚就开始遇到了语言障碍的问题, 但是通过学习最终安定下来,在北京生活可是比曼谷好多了,任何东西都很方便,无现金支付和良好的基础设置。 在泰国没有一款APP能覆盖所有商店的,而且在以后,我想引进中国的先进技术,发展泰国在线支付系统,请龙泽人编辑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